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另一个同步成长的重要角色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 它的关联意意在于伊丽莎白二世出生于1926年 隔年也就是1927年 BBC取得皇家特许授权正式成立 可以说女王终其一生都少不了BBC的记录 从早期的黑白照片到彩色影像 对民众谈话的广播设备到立体化的影像转播 再到21世纪数位时代 让女王与007甘尼尔克雷格同框宣传伦敦奥运 BBC全程伴随女王美的生命历程 因此这本由BBC独家授权的伊丽莎白二世影像全纪录 不只见证了女王的历史身影 也详实记述了一世纪的广播电视发展史 伊丽莎白二世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公众人物之一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女王 几乎都是出现在被安排过的场景 她的真实个性与面貌 一般来说不太轻易暴露在公众眼前 这本《皇冠之下》很难得地披露了 某些过去不太为人所知的图像 包括受到严加管制的女王行程 在飞行图中审阅国家重要文件的工作照 部主时期第一次对人民广播时的影像测写 暂时在温莎城堡度过的早年生活 以及女王刚出生的时候 强保婴儿照 还有她三岁在婴儿车里的可爱模样 1920年代当时 谁也料想不到 这位可爱的王室宝宝 日后将会成为维持英国王室最稳定的力量 众所周知 伊丽莎白二世的即位 是由于她的伯父爱德华八世 不爱江山爱美人退位 才会由她的父亲乔治六世继位 伊丽莎白二世没有兄长 长女因此成为推定继承人 乔治六世带领英国走过二次世界大战 她在1939年战争时向国民与帝国进行的演说 后来被改编为电影《王者之声》 在这本图集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国王演说流影 珍贵儿肃穆 乔治六世1952年驾崩 当时在外出访的伊丽莎白公主 回国时已经从公主变成了女王 亲爱女王雾出机舱门的画面 也被留存在这本图文集当中 之后1953年女王的加冕登记仪式 则是BBC成立以来最庞大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那是西敏寺中第一次允许装设摄影机 BBC除了全程拍摄转播女王的登记大典 从白金汉宫到西敏寺这一路 民众夹道欢呼的游行场面也在电视播出 同时为了完成这项当时史上最复杂的转播 BBC出动转播OB车在西敏寺中设立临时控制室 加上记者现场转播评论 女王登记启动新的影像设备与传输技术 在百年BBC的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重要一页 后来我们在1981年透过电视转播 看到查尔斯与戴安娜轰动全球的世纪婚礼 对戴安娜王妃当年的婚纱裙版印象深刻 不过第一次有电视转播的王室婚礼 其实是当年伊丽莎白公主和菲利普亲王的结婚盛典 而且1947年伊丽莎白公主秀有珍珠的婚纱 以及13英尺长的拖板 当时也引起极为热烈的讨论 这本书记录着女王最重要的生命时刻 以及国际间的风云际会 她的第一任首相丘吉尔退休时 邀请女王到唐宁街10号共进晚餐 1965年女王也参加了丘吉尔的国葬典礼 她与历任首相合影 包括生前最后一次公拍露面 也是任命前首相特拉斯 她与美国前总统雷根一起骑马 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见面 可以说女王的一生就是过去100年的历史 戒约这本《皇冠之下》 伊丽莎白二世的真实与想象 从历史的现场调往未来 辉煌时代落下帷幕 向英国史上再位最久的君主致敬 《皇冠之下》 伊丽莎白二世的真实与想象 《皇冠之下》 《皇冠之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